晚上好,各位 今天都和大家讀两个email 其实两个都是女孩 但两个的心态和方向都很不一样 两个都是我OTC的客户 先说一个好的 敬爱的儿子,你好,我叫阿珊 今年30岁 去年年底开始接触到儿子里的频道 从而获得良多,现在想逐一感谢你 以及让你知道你的教会是有人认真听入耳,记起心 上年年底 有一次上班的时候 听见两位前辈同事 说着儿子里的YouTube频道 他们对你的评价是这个女孩的思维很特别 推荐我去看 或都或少都会令年轻的我都得着 所以我好奇之下 就搜索一下 当时,而且你苦口豐心 叫我们买JPC的时候 当时JPC是0.0017 片中有一句 你拿半部iPhone出来 例如买JPC 你不拿这块钱买币 都很容易拿来买纳集东西 应该买下币 因为你的这个说话 我马上联络一下Micole 上去你的OTC 兑了1万元港元来试试加密货币 说真的,我当时对加密货币的认识是0的 不知道什么勇气下了这个决定 接下来日子,我好像信了陈怡教 每天期待你上载新影片 与此同时不断追看你的旧片 我记得你那条片说 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奶奶 而是自己的妈妈 这个说话我听到之后真的鼻子一算 正正在2022年的第一天 我和我老爸老母 吵了一场人生最大的交 老爸老母不断跟我说 介绍一些男生给我认识 希望我快点结婚生子 趁有气力帮我照顾孩子 我一拒绝了之后,他们摸垃圾 我小时候开始好听话 很少跟老爸老母吵交 因为我知道结婚生子 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只要是接受他们介绍第一次 就是第二次 遇到个投契的话,就会被人催婚 结完婚就会催生子 生而第一个就会催生第二个 我很清楚我的人生 不是值得结婚生子 臭小孩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想去建立、想去体验 因此 或者你教你女人要搞钱 不要乱爱老 好好收起自己能量等等 我真的有认真听 而且彷彿是有人理解我 支持我的感觉 多谢你 我还有你提及的闺蜜 做云耀床 君子之交大苗水 小人之交甜苗蜜等等 这些体会、嘴咀真的有他的道理 2023年我少了更新社交媒体 说真的,我的情绪真的变得稳定了 我头脑好像多了很多空间来思考人生 究竟怎样可以降好我的活 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而且也有很多儿子教你国学 因为你呢 我接触到珍士强的教授 易经 慢慢读下去呢 虽然觉得很难理解 但是越读就越知道当中的智慧 也是现今社会很需要的东西 因人家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现在有很多知识 但是缺少了智慧去处事 令到这个世界的人生都乱造造 他有看这个珍士强教授的书 以及Youtube各样获益不少 那说到创业呢 而且你根本就是我的偶长 相信你创业路上都是充满这个荆激 但是你仍然保持这么高能量积极呢 最难得你会以你经验来指点圆会的我们 希望为世人带来一些明灯 那我记住这句说话 如果你要有人鼓励才创业 不如不要创业 是真的这句说话 就是常常有人鼓励 我还记得上次有直播有个人问我 就是个男人来的 他问我 我怎样走出以前打工的conference zone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是conference zone 我一点都觉得周深不聚在 我好恨打工 打工你就算让我不用工作 就要回公司 批评可以充分好的粮 什么clam保险 什么东西高人工 什么书保津贴 那些子女 这些我都不可以吸引 我宁愿在街边刺鱼蛋 我这样开档鱼蛋 当自己刺鱼蛋 日做做做做死档 就是我呢 我就开心了 但是如果我是打工 我真的做一个很高的职位 我都不开心的 其实我打工算是平暴清雲 就是 以前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 这个就是个分别 所以如果你说什么走出conference zone 其实某程度可能这个真的是你舒服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你舒适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你舒适的地方 可能你就是适合打工 我觉得创业不是真的适合每一个人的 那继续 他就说 因为透过加密货币赚到的钱 我最想就是用来创业 始终人生没试过 是应该试下的 我都鼓励每个人都试试创业的 那些做生意 好像一种剪招招招的过程 很有趣味很有意思 也是令我要学会更加多的知识和技能 训练自己的强心 还有丰富自己人生 我相信每个位成功創入家 都有很多优秀的个人素质 那我想成为这些人之一 我记得呢 向上路上会有很多人对手拉下来 这句话 虽然现在实话都没有一撇 但愿我在何年何月 成功创业之时 可以和你分享这个满足感和喜悦 我会努力的 最后呢 近来分享到一些观众的回复 都是这七十后老实的暗谋 一些言论真是吓死人 但是现在我想告诉你 你苦心向我们说的东西播下的种子 是有人认真听 和将你的说话铭记于心 最重要的是 我会努力将你的教会实践出来 多谢你为我人生 播好了一个很好的种子 能够在我人生的路上 遇见的是我人生中top one的福报 我还记得三月二十六日那次见面会 我坐得很厚很厚 但一出场一瞬间 我不自觉就留下眼泪 这件事是真的 我没有夸张 多谢你的存在 令我人生有了榜样 我会继续打好我这副人生的牌 不会令你失望 多得你受益无强的观众 真的好可看到这些电邮 其实真的 你个人本身质地好 你看到我的东西 你才会有这么正向的反馈 出现在在你人生中 有些人就未必了 这个电邮他就说 陈二小姐你好 我第一个看了你的视频 很多年的观众 也是你OTC微小的用户 我这次是第一次 发电邮给陈二小姐 你贵人丝旺的你 可能都看不到这个电邮了 你经常说你的视频 是给年轻人看的 三四十岁那些 上了中年那些中女 就别人看了 因为人生已经定型改不了 我之前觉得你这样 真的说到死了 人生中年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 没有弯着 没有得变 很惨 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一直都想转变进步 但是一直都改变不了 人生绝大多数时间 都是充满无力感的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不够努力 但是我真的很无力 到现在我都不能够 不得不承认 你所言甚是 即是refer to 我说想年轻人 不能够救那句的发言 自从你刚刚 今年七月底 确诊了自己患上的慢性病 加上生涯的副作用 令我身心状态差了很多 有时我想天气是否收我呢 现在我经常头晕 心跳好像血糖低 那种折磨 我有一时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遗憾 没有什么想做 没有胎单身 没有伴侶 没有女儿 又不是有钱 有什么所谓 但一想到家人 即是爸爸妈妈 妹妹弟弟 我既然会不舍得 原来活了四十多年 人生只剩下他们 可能他们都觉得 我一个妇女 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好健康了 没有病没有痛 我真的想为他们做些贡献 看完这个邮件 大家都会看到 子女行间 语气和刚才的女生很大分别 一个就是四十多岁 她说她活了四十多年 刚才我就是挨近三十岁 所以你看到一样补品 如果你给一个三十岁的女生吃 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生吃 是差很远的 但是这个四十多岁的女生 她看了我很多年了 我想你 我断估你 是应该三十元的时候 看我的片子 但是一直都对你 帮助不大 其实跟你的人本身是有关系 那个女生挨近三十 那个是看了我一段时间 即是她上年年尾 才有人介绍给她看 那样的分别真是很大 你说到你有这个健康问题 其实是说你的慢性病 头昏心跳 血糖低 不是一些惊天大绝症 不是生病症 不是生病症 不是那些 我觉得你不应该将你的病症 放到这么大的 你是听我说的话 就不要常常在这些东西 这些病 说真的 女人有多少个觉得舒服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三十日 都是觉得不舒服的 作为女人 基本上就是很多身体上 或者一些 疼痛 那里疼痛 周身不聚财 这些是一定的了 这件事不会是一个藉口 就是你说 我因为健康 我就做不了我想做的事 你这个只是慢性病 你的慢性病 其实都是基于你自己的精神 那个区乏 和你精神上的药 才会反映到 慢慢在你身体里面 出现这些慢性病 你就觉得你自己可能条件不好 各样东西 但我看到就不是了 你有父母 你有弟妹 你有家人 家人在山 你有姐头 有三餐吃 你的起盘 那个条件 已经比很多人 好很多 真的 我不知道你做些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你来生活 你不断地说 人生没有希望 没有弯转 没有变 你有个这样的家 你父母在山 你有手有脚 有香港身份证 怎会没有弯转 不要开玩笑 这个是你的人的问题 并不是环境的问题 你还说 如果天给机会 我健康好 为什么你要健康好 我又不太明白 你又不是患了什么绝症 又不是什么 你有家人 家人跟你关系都好 所以你会觉得 如果你走了 你会不舍得他 你又有跟我买币 是我OTC的客户 就是 我就不知道 究竟 你那个无力感 在哪里 人的那种积极性 我觉得是没有勸语的 没有我说几句 你就可以变得 像刚才那个女生阿珊 没有的 只能够靠你自己 你把很少的东西放到很大 如果我像你这样 我死了 我也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尤其是我和大家说过 我近些三五七年 其实真的 见到的欺人欺事是很多 但是我会有能力 将它转化成好东西 我就算是 遇到很多很不公的东西 甚至乎一些很 真的 烧到来 损害到自己很大的利益 我都要有能力将它转化 其实这个力量 不是环境给你的 不是环境给你的 你不要觉得我要很健康 我要家里很有钱 我要 父母以前送过我的读书 我的家里原生家庭很好 我才有力量 是 这些东西是会帮到你一点的 但是最后都是看你自己 我不觉得你的条件差 你能够 有些少少 我觉得这些是妄自菲薄 无病心淫 就是比较矫情 这些全部东西 其实是你性格 慢性病那些什么血糖低 说真的 那些什么头晕 心跳那些 很多女人都有 可能他们 没有特意去诊断 自己是什么慢性病 有很多女人身之弱 都是这样做的 都是这样讲话 希望你积极一点 希望你看到我上一个邮件 的时候 你可以访效到一些 年轻的女孩 年轻比你少少 十多年 希望你会访效到那些人 其实人 一旦人是积极 一副计是忽得着 整个人生都很不同 你遭遇到的东西 可能你未来都是一样的 你积极和不积极 但是结果就很不同 这两个电邮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这两个电邮是前后脚 我想可能差几分钟的时候 同一天 传给我的 可能也是想去告诉大家 一个女孩同样地 都是看我的影片 一个还要看的时间短一点 但是当她积极地去行动 无论是买币 还是说她整个人的思维 譬如我叫她看珍士强 她又看 我叫她做些什么 她所有的说话 她都将我影片讲完 一句句可以写出来 她对比一个 看了我很多年 但是你看到她整个电邮 都很带 真的 我看你的电邮 我都觉得无力感 你一个这么无力的人 生发出来的那种能量 整个人围了你周边 你吸引回来的东西 怎会是好呢 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下课吧